插一支鞋子 你就有辦法放掉了 他跟我們団子說 我看我沒辦法 我要去 這樣 這樣子過沒多久 我跟電話說 爸爸 沒問題 我現在拿你大風聲大火火 沒辦法回去 現在我叫団子幫你搓去洗塔 老佛塔 因為我們電視台 幫你洗洗 你一定去天上 天上很快樂 我跟他講 結果我爸爸繞三圈 再說一遍電話 他就把眼睛拿起來 就超多 因為什麼 放下 所以各位這點 也就是說 八觀哉節 除了叫我們不要去上海中心 最主要是念一下 六根清淨 沒有慾望 沒有齊心動念 你如果有這種的功勢 你就要敲到你的臂部敲到 你如果有這種功勢 你的墮胎胎兒敲到 只要你用這個功勢給他參與 你會給他 不是說 我給你下百尾放在那裡 你就會敲到 所以佛陀說 七概持戒的功德 超過於百千萬億黃金的布施 持戒的功德 超過 供養所有三寶 供養百千萬億佛的功德 所以八觀哉節的功德 一日一夜 超過所有把佛像做成黃金的功德 超過你在這個世界 而且蓋一萬間寺廟的功德 持戒的功德 所以何況我們持的是 解脫的八觀哉節 不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而已 而且斷慾望 今天沒有男女的慾望 今天沒有吃東西的慾望 晚上不能吃 今天沒有各種的世間的慾望 這樣你就不斷可以自己正得解脫的因 也可以把這個功德回家 冤心哉主啊 祖先 所以八觀哉節 一天 守好 一日一夜 就可以 念一下 忠品忠生 極樂世界 第五品 極樂世界才九品 你一天就跳到第五品 但是你今天再想五次 不但想八觀哉節 這次人又想五次 念一下 忠品上升 極樂世界 馬上正阿羅漢 你到了忠品上升 手打開了 這個時間你就正阿羅漢 快不快啊 太快了 所以八觀哉節的功德 你要去哪一個世界 你要去行天 你要去遊俗佛車 你要去阿彌陀佛 你要去彌樂菩薩 都可以 都可以 八觀哉節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那我們出家人 哇 一輩子守八觀哉節為基本 那福報更大 所以各位 如果 有機會看到守戒律的出家人 在我們 在我們 印尼有很多 修南傳佛教 晚上都沒吃 慈戒的那些比丘 讓你給他供用 因為他們 慈了一輩子的解脫的戒律 功德很大 但是話又講回來 解脫的功德 不如發菩提心的功德 所以佛陀說 足臂的功德 遭到七戒的功德 所以我們今天 來奉行 各位剛才來的 甘露詩詩 藥師煙控 所以 我們不是只希望 北部超多 來 一切眾生 脫離輪迴 翁生靜透 將來勝負 聽到沒有 聽到沒有我再扁一下 怕各位重點都聽到沒有 所以 希望大家 發慈悲心 菩提心 為了成佛 為了普渡眾生 來守八觀摘戒 那這樣 你有世間的所有福報 你今天發菩提心 守一天八觀摘戒 生生世世投胎做人 一定做皇帝 做最有錢的人 這樣 就算你要出家 福報也很大 所以叫 一天和尚 一世皇帝 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老和尚 都會跟我們這樣講 你們出家 好好修行 發菩提心 出家一天 做一世人的皇帝 你可以幫助很多人 用菩提心 用菩提心來守戒 所以 那為什麼 發菩提心 功德那麼大 什麼叫菩提心呢 他的心 不是光自己 爸爸媽媽 他的心 不是自己 自己父母 自己兒子 他的心是什麼 來 整個印尼 整個地球 整個法界 所有眾生 接我父母 生死責任 接我責任 所以 每一個老人在打招 都是你的自己 不是很煩惱 每一個小孩在打招 都是你很煩惱的 每一個人沒有飯吃 都是你很辛苦的事情 足鼻 不是說在嘴 足鼻呢 是你感受到他的痛苦 如果怎麼樣 你很煩惱 很煩惱的 所以 你將這個 經過洗乾 所有眾生 每天收到你就會痛苦 爹得那麼難苦 還沒在乎臺那麼難苦 二軌道 沒湯喝 沒湯吃 沒衣服 沒戳 很難苦 那 你用這樣的心 來守八萬齋戒 那 說得有了 就可以唸一下 喪品往生 極樂世界 那你希望你的阿公阿嬤 翁欣的伯母 超多 喪品極樂世界 你用這種的心 做功德 回向他 回向他 收益的重心 那釋迦牟尼佛希望 雖然各位現在沒有出家 但是一個月十災日 十天喔 站在菩薩道時 一久的三十天 通知十天 用菩提心在過生活 那天呢 去拜佛 去教養出家人 去幫助善車人 去海邊 去望阿波 很打拼 去幫助眾生 而且去幫助眾生 辛苦自己也打拼 為什麼 發佛的心 就是 接受別人的痛苦 別人的苦都是我的責任 所以呢 你碰一碗飯要吃 但是對方沒有飯吃 你要給他吃 你要祝養 但是要給他吃 這個叫 承擔眾生的痛苦 所以要有這個心去承擔你的痛苦 所以你常常會打拼的痛苦 但是你覺得很高興 比如說你的老母要開桌 去承擔所有眾生的痛苦 所以為什麼 各位穿海青 我們這個叫什麼 來 唸一下 守孝 眾生都是北部 眾生都在生死 我們 穿紅 黑色的海青 來為眾生守孝 做討孫 做禮孫 叫守孝 不是光為自己 也不是光為自己爸爸媽媽 為所有眾生 那 我想各位 住在印尼 比較有機會 看到可憐的人 因為這邊 虎仔和三恰差很多 住大間和小間都差很多 比較性看得比較多 就像你去印度 三恰人 守陀螺 一四人都沒有在做事情 沒有什麼 我去看過 他們都沒有什麼 他們只有一塊布 他們沒有什麼 都沒有穿 因為沒有辦法去做事情 人家沒有給他賺錢 所以他只有一塊布 這塊布 出去 看不清楚 那一公子母 兩個一塊布 一個出去 一個要在家裡 很擅長 所以他們那邊很可憐 那邊有一些地方的女孩子 一生下來 就給男人睡覺了 因為他們二十四休息都沒有在穿衣 這樣 然後他陪他睡一點 叫他有飯吃 很可憐 叫人間地獄 各位你去看看 你回來看自己 我很好 很可憐 所以他們叫守陀螺 現在他們很多人學佛 因為他們知道 他們連印度都沒有地位 那佛陀講平等 所以他們這樣歸一三寶 但是很可憐很窮 那我們要想想他們的痛苦 那我們現在有一點福報 有一點錢 還有衣服穿 有房子住 我們應該更努力修行 來為他們修行 一方面幫助他們 一方面積極地修行 讓自己有福報有智慧 才能夠幫助他們 好 那各位了解 守八關在界的意思了 站在世間的孝順 任何的功德 都是為了供養父母祖先 這是世間的孝順 那站在菩提心 點這邊 來 眾生都是父母 所以要有這樣子的正知正見 所以我們痛苦沒關係 眾生痛苦不行 所以所有的眾生父母 都離開痛苦快樂 我們的生命才會快樂 所以就像媽媽 兒子生病 媽媽永遠痛苦生病 兒子好了 媽媽病得要死 媽媽無所謂了 怕好就好 那修行要修這種悲心 千萬不要修行 每天忙著看書打坐 關在山上 不管世間人 我這邊打坐兩阿彌陀佛很快樂 很自私 因為很多動物被殺 很多老人在生病 你都不理他 只管自己修行 那就不對了 所以觀音菩薩希望 我們每個月十天 去幫助受苦的眾生 不要忙著打坐修行 閉關持咒 那是你平常自己要做的 那是眾生最重要 最重要 所以去為眾生念佛 去為眾生持咒才有用 各位要學這樣 念都是為眾生 像我現在會 女孩子看到 喜歡的男人 那個眼睛就好漂亮 那你要開始學 看到 那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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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一直想 哇那牌尾我好喜歡他 哇那墮胎胎都我兒子 你要開始學 這個你要不學 就算你很背佛經 那眼睛看起來都沒有感情 那聲音也沒有感情 因為你沒有用悲心愛心在看人家 在念經 念出來的聲音 難聽 就是人家聽了不感動 所以要學 念一下 觀音的眼睛 慈不慈悲啊 觀音菩薩的眼睛 就是看到你就 就像媽媽愛你 希望你離苦 要學這個 一定要佛法不是光 在那邊眼睛閉起來 不要跟他講話 那個不是菩薩道 所以要希望他 要能夠真實的離開痛苦 希望他開智慧 要這樣 所以手要去牽他 每一隻手都有眼睛要去看他 要去照顧他 每一個心都要去為他想 就像媽媽抱著小寶寶 就是不捨得放下他 親親親親親親 要親他好幾下 要他吃得好 那各位要學菩薩道 一般我們學佛 就看到出家人很嚴肅 不要跟他講話 都以為這個是解脫道 菩薩道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要做義工 要很熱心 你有吃飽嗎 你有腿好嗎 落地還要第很多錢 有欠錢嗎 這樣 不是要跟人家來錢來 所以我師傅這樣說 出家人不要偷錢 出家人不要偷錢 出家人是我錢給你 我要幫助你 不要去設計別人的口袋 千萬不要 因為呢 那這樣就是拿別人的錢